第481章,聪明的维斯莱兄弟,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火龙,这对康纳来说也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但诺伯显然不这么想,等两人下来后,他就立刻站起身,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在离开的时候,他还用力朝着地面甩了甩尾巴,想要见凯尔一身土,不过,他显然没有当追求手的天赋,那一大团泥土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正好落在刚从灌木丛里爬出来的秀秀头上,可怜的秀秀刚爬出来,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又被砸回树丛里去了,只留下一连串气急败坏的滋滋声。 哦,纳摩大一团土,他不会有事吧?康纳有些担心地问道,放心吧,凯尔听了听秀秀中气十足的声音,不仅没事,还能骂杰娜,之后他也没管秀秀,带着康纳继续往前走。 不过怎么说,他的箱子里空间虽然大,但这基本上都是为了能让诺伯更好的活动。 不至于觉得拥挤,至于其他方面,比如神奇动物的数量,就有点寒酸了。 虽说这几年,他也陆陆续续从禁灵里找了更多的护树螺锅。 月吃兽,恶婆鸟过来,但分散在半个禁灵的空间里之后,还是让这里显得有些空旷。 尤其是下着雪的那片地方,更是一个住户也没有。 但康纳却不这么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很兴奋。 而且,他还在树林前发现了一片很大的空地,里面种着一排排圆滚滚的甘蓝。 这是你给月吃兽准备的食物吗? 他好奇地问道,种这些应该很麻烦吧? 确实麻烦。 不过,这可不是给月吃兽吃的。 凯尔说,而且你得小心点,千万别跑进去了。 从某种程度上上说,这里可比火龙还要危险得多。 说着,他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随手扔过去,刚好砸在一颗甘蓝上。 下一秒,原本还很正常的甘蓝突然从中间裂开了一道口子。 康纳瞪圆了眼睛,他发现那是一张布满了尖牙的大嘴。 那根树枝很快就被咬成了碎片。 康纳甚至还能清楚地听到一阵喀巴,喀巴的牙齿撞击声。 这是咬人甘蓝。 他不可思议地问道。 没错。 凯尔点点头。 所以,说你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 还有咬人甘蓝后面那颗藤腕你看到了吧? 就藏在石头后面的。 那是独触手。 还有旁边那一排花盆。 里面是曼德拉草。 哦,对了。 还有魔鬼王你肯定知道。 他左边那些黄色的花是癫茄。 千万别碰。 如果让花粉粘到身上,会难受很长时间的。 康纳就静静地听着。 凯尔每说出一个名字,她的脸色就奇怪一分。 她怎么觉得这里就摸一个正常植物? 药膜有毒。 药膜极度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旁边那一大片白鲜和芸香, 就显得有点多余了。 感觉就像是故意种在这里, 用来拉低危险程度的。 哦, 还有刚才的火龙。 康大眨了眨眼, 忍不住问道。 你该不会是在为三强争霸赛做准备吧? 仔细想想, 要是把这些全都放出去。 除非比赛内容是和邓布利多教授决斗, 不然什么关卡都不在话下吧。 光是一条火龙就能横退一切了。 三强争霸赛。 当然不。 我就是喜欢种种花。 纯属个人喜好而已。 凯尔摇了摇头。 说道, 我能不能成为勇士还不知道呢? 再说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是不能露面的。 比如火龙和独处手。 要是让其他人知道我有这些, 恐怕奥罗们就该来找我去魔法部做客了。 你也知道啊。 康纳小声嘀咕道, 但凯尔却不以为意。 反正这地方也不可能有外人来。 安全得很。 而且, 就算被人知道了, 也无所谓。 纽特在这方面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 他只需要照着参考答案, 直接照抄就行了。 方便得很。 康纳在箱子里一直待到中午才离开。 这期间, 他还在羊皮纸上画了一张草图。 似乎是担心自己会弄丢羊皮纸。 他并没有写得很详细。 只是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出了每片区域的危险程度。 安全一些的地方。 比如进门前的灌木丛和白仙云香花丛。 就是颜色比较浅的黄色和粉白色。 对应的是绣绣和花朵。 代表天空的地方用红色画了圈。 凯尔觉得那应该是诺博。 至于那片有着咬人甘蓝和独处手的空地, 则是被直接涂成了黑色。 好好一张羊皮纸被他涂得东一块, 西一块的。 比? 解梦指南。 上的插图还抽象。 凯尔敢保证。 这玩意儿,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了。 绝对不可能知道是什么。 保密程度拉满。 两人再次回到入口处的小房间里。 康纳把羊皮纸仔细收好后, 才跟着凯尔一起离开箱子, 准备去礼堂吃午饭。 康纳早上就是莫怎么吃东西, 又在箱子里来来回回地转了一上午。 早就饿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大概能在箱子里待上一整天。 两人一路从八楼来到门厅。 然而就在他们刚走到礼堂门口时候, 弗雷德和乔治就一左一右地跳了出来, 像一堵墙一样站在那里。 你们一定是去看箱子了吧。 不等凯尔说话。 乔治就十分笃定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凯尔问, 因为我们去找过你。 弗雷德说, 但你不在公共休息室里, 也不在图书馆和海阁小屋, 有求碧莹屋的门打不开。 乔治露出一个洞悉一切的微笑, 不用想, 肯定是你在里面。 为的就是在你和康纳去看箱子的时候, 不会被其他人发现。 好吧。 我承认, 凯尔耸耸肩, 你们猜对了, 这不是周末吗? 刚好有时间。 凯尔,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们什么了? 弗雷德表情不善地说道, 乔治,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一些什么, 来让这位健忘的先生好好回忆一下自己当初说过的话。 我完全赞同。 弗雷德, 乔治宁笑道, 两人揉了揉拳头, 然后, 从口袋里掏出了满满一把大分蛋, 数量总共有十几颗, 而且, 还都是左科今年最新出的升级版, 味道比之前更醇厚了, 这要是全都爆炸开, 估计整个礼堂的人都跑不了。 有话好说, 凯尔立刻认怂, 不就是带你们参观箱子里的空间吗? 我当然记得, 但你们早上不在礼堂啊, 这也是没办法的, 可有求闭音屋就在我们的公共休息室旁边。 弗雷德眯着眼睛说道, 你为什么没有去叫我们? 凯尔善笑道, 嗯, 我如果说忘记了, 你们会信吗? 呵呵, 弗雷德冷笑一声, 你说呢? 好吧, 那下午怎么样? 凯尔说, 吃完午饭我就带你们去。 弗雷德和乔治对视一眼, 这才放下了手里的大杀器。 好, 这可是你说的。 第482章, 小天狼星, 重审, 再答应弗雷德和乔治, 等吃完午饭后, 就带他们去箱子里之后。 凯尔这才终于清静了一会儿, 弗雷德和乔治为了不让凯尔偷偷溜走, 并没有去格兰芬多的长桌, 而是跟着一起坐到了贺奇帕奇这里, 因为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他们很自然地坐到凯尔两边, 并熟忍地和周围人打着招呼, 本来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凯尔吃完最后一口玉米饼的时候, 邓布利多却突然出现在礼堂, 而且静止走到了贺奇帕奇长桌旁。 凯尔, 能跟我来一下吗? 如果你已经吃饱了的话。 他说, 没问题。 教授, 凯尔说道, 他朝目瞪口呆的维斯莱兄的, 瘫了瘫手, 随后跟着邓布利多一起来到了礼堂外面。 我刚得到消息, 邓布利多快步走出礼堂大门, 一边说道, 关于小天狼星的重审会在了一点中进行。 康奈利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 如果你同意参加的话, 我们刚好可以一起去。 我当然同意, 但是教授, 我也可以去吗? 凯尔疑惑道, 是的。 邓布利多说, 弗吉特意提到了你的名字。 他说, 作为第一个发现端倪的人, 你完全有资格参与这次重审。 他还说, 重审之所以被安排在今天, 就是因为霍格沃茨周末放假。 凯尔撇了撇嘴, 这话, 他是一百个不相信。 弗吉可不是会做这种多余事情的人。 如果他真正模想的话, 把重审安排在假期不是更方便吗? 他大概是想要一个证人吧。 凯尔嘀咕道, 为了增加可信度。 康奈利想得很周到, 邓布利多也没有否认, 毕竟我们都是通过你才知道了这件事。 你的道场总归是能让重审少一些争议。 另外, 作为梅林爵士团二级勋章获得者, 虽然你还没有毕业, 但在威森加摩也是有一些话语权的。 威森加摩? 凯尔惊讶道, 难道说我也有投票权? 邓布利多没有说话, 只是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 好吧, 我懂了。 凯尔说, 显然, 他这个话语权就只是字面意思而已, 能和其他人打个招呼。 除此之外, 也就没有别的了。 邓布利多并没有走到学校门口, 而是在黑湖前的一片场地上就停了下来。 他伸出胳膊, 对凯尔说道, 现在距离重审只有不到十分钟了, 我想我们最好快点过去。 凯尔抓住他的胳膊, 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 等凯尔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他已经身处在了一个气派的大厅当中。 凯尔并没有询问, 邓布利多为师摩能在霍格沃茨幻影一行。 摸这个必要。 对于实力足够强大的巫师来说, 那些制约手段都的作用, 就摸那摸大了。 况且, 邓布利多还是校长。 临时给自己开个特权也莫多难。 哦, 邓布利多教授, 您终于来了。 一个身材高大的身影从大厅另一边走过来。 我简直不敢相信, 布莱克居然有可能是无罪的。 他的事情明明已经尘埃落定十二年了。 我在得知这件事后, 和你一样惊讶。 金丝来, 邓布利多和他握了握手, 问道, 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没有来晚吧? 没有。 重审会在一点准时进行。 现在过去完全来得及。 金丝来说, 他看了凯尔一眼, 也没问邓布利多为实摩带个学生过来。 显然是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 跟我来吧。 重审会在第三审判室进行。 金丝来走了出去。 凯尔跟着一起, 走出大厅后, 他们又来到了另一个金币辉煌的大厅。 这里几乎被塞满了巫师。 大概有几百个。 所有人都是行色匆匆地往前走着。 这边走。 金丝来说, 他们加入了人群。 不过有邓布利多跟着。 一路还算通畅。 其他巫师在看到他们后, 总会客气地让出一条路。 他们中间, 还路过一张写着。 安全检查。 的桌子。 这里是负责检查来宾魔杖的地方。 前面还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 但金丝来却没有停留。 静止走了过去。 而负责检查魔杖的巫师, 也像是莫看到, 他们一样。 慢吞吞地接过了另一个人的魔杖。 哦。 为食魔, 他们可以不接受检查。 队伍中间, 一个人带着浓重的口音问道。 那个孩子。 一看就不是职员吧。 原本死气沉沉的队伍, 立刻热闹了不少。 所有人都伸着脖子, 看向那个说话的人。 纷纷猜测着他是从哪个偏远嘎拉过来的。 突然会问出这种愚蠢的问题。 他难道没看见那孩子旁边跟着的是谁吗? 而负责检查魔杖的人也抬起头。 懒洋洋地说道, 如果你叫阿布斯·邓布利多, 那现在你也可以过去。 周围立刻传来一阵哄笑声。 而这时候, 凯尔和邓布利多已经穿过大厅, 走进了一部升降梯当中, 里面有不少人在。 他们都热情地和邓布利多打着招呼。 好久不见。 阿布斯, 我猜, 你一定是因为布莱克的事情才来的吧? 一个抱着纸箱的秃顶男巫说道, 是的, 阿克利, 邓布利多说, 真是令人惊讶。 叫做阿克利的巫师说, 布里有资格参与重审的人都过去了。 我敢说, 未来一个月, 这件事会一直出现在, 预言加日报, 的头版上面。 如果布莱克能够翻案, 时间还会更长。 这时, 一个冷漠的女生想了起来。 第七层, 魔法体育运动司, 包括不列颠和爱尔兰奎蒂奇联盟指挥部。 官方高部时俱乐部和滑稽产品专利办公室, 升降梯的门打开了。 前面是一条杂乱无章的走廊, 墙上东倒西歪的贴着各种奎蒂奇的海报。 哦, 我到了。 阿克利走出升降梯。 下次再见。 阿布斯。 下次见。 升降梯的门重新关上。 接着, 他们又通过了魔法交通司和国际魔法合作司。 到了这一层之后, 升降梯里就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 再然后, 就是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 魔法事故和灾害司。 以及他们这次的目的地。 魔法法律执行司。 包括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 奥罗指挥部和威森加摩管理机构。 我们到了。 更不利多说。 他们跟着金斯莱走出升降梯。 来到一条两边都是房门的走廊上。 跟我来吧。 我们得快点了。 金斯莱往左转了个弯。 又顺着一条走廊一直往前走。 在走过贴满了各种画像的奥罗指挥部后。 他终于听停在了一扇沉重的木门前。 这里就是第三审判室。 金斯莱说。 之前有人建议把地方选在第十审判室。 幸好部长没有同意。 那地方已经废弃很久了。 而且, 还在升降梯也下不到的更深处。 现在这里就挺好。 至少没纳摩案。 也没有难闻的梅味。 你们快进去吧。 凯尔走上前。 哪怕隔着沉重的大门。 他也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嘈杂声。 第483章 重审开始。 金斯莱把他们送到门口。 就回奥罗指挥部去了。 之后, 邓不利多拧了一下门上的铁把手。 带着凯尔走了进去。 门被打开之后。 嘈杂声顿时变得更大了。 凯尔忍不住朝四周看了看。 审判室的墙壁是由一种黑色的石头砌成的。 临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位数不多的机扇小窗户。 微弱的阳光从外面洒进来。 让房间里显得很是压抑。 他的的两边是一排排逐渐升高的空板凳。 上面坐满了正在窃窃私语的人。 阿布斯。 你总算来了。 弗吉快步走了过来。 现在有一件麻烦事。 我不知道猫头鹰有没有联系到布莱克。 但如果他不能到场的话。 这次众审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别担心。 康奈力。 邓不利多平静地说。 他已经到了。 什么? 弗吉下意识朝邓不利多身后看去。 伴随着一阵火光。 凤凰福克斯凭空出现。 扇动着翅膀落在邓不利多肩头上。 与此同时。 他还带来了另一个身材销瘦。 面色苍白的男人。 正是小天狼星·布莱克。 他还是原来的样子。 头发胡子乱糟糟的。 穿着又脏又破的旧衣服。 而且他的脸色也十分苍白。 两条腿哆哆嗦嗦的。 庞扶随时都有可能跌坐在地上。 对于小天狼星此时的状态。 凯尔很理解。 第一次被凤凰带着幻影一行的人都是这样。 看到来人。 福吉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之前还担心小天狼星·布莱克不能到场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次重审也就变成了一场笑话。 好在他来了。 福吉神色莫名地看了邓不利多一眼。 转身回了高台上。 没有了福吉的遮挡。 房间里的其他人也全都看到了布莱克的脸。 议论声变得更大了。 热大的审判是热闹的好像正在进行比赛的魁地气球场一样。 凯尔甚至听到有人在喊奥罗抓逃犯。 这人是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了吗? 速静。 福吉大声说道。 人终于到齐了。 我们开始吧。 审判势力瞬间安静了下来。 小天狼星深吸了一口气。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步步走到最中间的一把椅子上。 我不明白。 部长先生。 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 你抓到了逃犯。 直接把他丢回阿兹卡班。 或者交给射魂怪就行了。 魏师魔还要浪费时间。 进行什么重审。 毕业着急。 巴阿蒂。 福吉不急不缓地说。 我收到了有力的证据。 表明布莱克很有可能是无辜的。 他的话音刚落。 周围再次响起了一片义润声。 无稽之谈。 巴蒂克老奇脸色难看的像是被人打了一巴掌。 十二年前。 整条街的麻瓜都知道是他出卖了波特夫妇。 而且还杀死了前来质问他的小矮星彼得。 可据我所知。 他们只是听到有人这魔喊而已。 并没有一个人亲眼看到。 福利说。 而且。 如果我告诉你说。 小矮星彼得还活着呢。 这不可能。 没石磨不可能的。 福吉没有在意克劳奇欲发难看的脸色。 朝门外喊了一声。 带进来吧。 大门再一次被推开了。 德利氏从外面走进来。 所有人都看向了他。 不过在注意到只有他一个人进来后。 大家的目光又转向了他手里那个被锁链缠绕住的笼子。 克劳奇皱眉。 他看到德利氏打开笼子。 从里面倒出了一只半死不活的耗子。 别告诉我这就是小矮星彼得。 他冷冷地问道。 福吉没有说话。 只是看向邓布利多。 似乎在询问什么。 交给我吧。 邓布利多说。 他走上前拿出魔杖。 速速显行。 一道蓝光落在耗子身上。 他开始迅速扭曲起来。 并且不断变大。 一个脑袋出来了。 四肢也出来了。 片刻之后。 一个矮个子男人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 西叔的头发乱糟糟地。 顶上还凸了一大片。 尖鼻子和绿豆眼玄带着几分老鼠的特征。 周围第三次传来嗡嗡声。 一部分乌尸精叫着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显然是认出了眼前这个人就是小矮星彼得。 这不可能。 他不是死了吗? 该死。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克劳奇也站起来了。 他脸色阴沉的, 彭腹能滴出水一样。 一群奥罗走过去。 开始检查起了彼得的身份。 凯尔注意到。 在彼得便回来的一瞬间。 小天狼星就猛地攥紧了拳头。 眼睛里闪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不停地喘着粗气。 彭腹想要立刻杀死眼前这个人。 但好在他忍住了。 各位。 很快。 奥罗主任斯克林接收起一个空的魔药瓶。 大声说道。 他确实是小矮星彼得本人。 很好。 弗吉说。 他没有去看克劳奇。 而是按照流程。 自顾自地说道。 所有人都到齐了。 现在我宣布。 因为证人死亡,事实不成立。 现在开始重审关于1981年11月。 小天狼星奥·赖恩·布莱克·出卖波特夫妇。 并炸毁街道。 杀死12个麻瓜一案。 审问者。 魔法部不常。 康奈利奥斯·瓦尔德福吉。 魔法部法律执行司司长。 阿米利亚·苏珊·伯恩斯。 国际魔法合作司司长。 巴蒂克·劳奇。 审判记录员。 斯卡德·伯特·温普尔。 证人。 阿布斯·珀西瓦尔·乌尔弗里克·布莱恩·邓布里多。 邓布里多起身说道。 就在凯尔犹豫着自己要不要也站起来的时候。 一股无形的力量却突然在他身上拍了一下。 就好像是有人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一样。 凯尔看了邓布里多一眼。 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继续坐在那里,没有动。 弗吉快速地朝这边看了一眼。 但也莫说什么。 他对邓布里多点点。 纳魔。 请尘述你的证词吧。 证人邓布里多先生。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小矮星彼得还活着的? 这还要多亏了一个优秀的学生。 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了隐藏极深的一个阿尼玛格斯。 邓布里多手指向凯尔。 也让他瞬间成了所有人的焦点。 但大家似乎对邓布里多之后的话更感兴趣。 因此,大多人都只是看了凯尔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而邓布里多就站在那里。 把之前对夫妻说过的那些话, 又再次说了一遍。 这期间, 那些审判员的表情各不相同。 有人惊讶。 有人生气。 但更多的还是怀疑。 尤其是在听到邓布里多说 十二年前彼得才是保密人。 是他出卖了波特夫妇。 并嫁祸给布莱克之后。 克劳奇更是再次站起身。 证据呢? 他粗暴地打断了邓布里多的话。 彼得隐瞒自己还活着的消息。 也可能是担心被实死图报复。 这并不能说明一切都是他做的。 说住。 他还看向了小矮心彼得。 似乎在等待着对方来为自己辩解。 但很快他就失望了。 从刚才开始, 彼得就只是呆滞地趴在地上。 一言不发。 就算别人叫他也没有反应。 第484章 陶穴被抓 彼得的异样很快就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主要是他现在的状态时再太不正常了。 如果不是因为斯克林杰在之前就已经检查过对方的身份。 一些人甚至会都会觉得他是邓布里多利用变形数变出来的了。 或者说 被夺魂咒控制了。 虽然这种想法有些滑稽, 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很快, 斯克林杰便再次走了过去。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奥罗。 不是圣芒哥的治疗师。 面对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 只能按照惯例用了几个检测魔咒。 没有问题。 斯克林杰摇摇头说道。 我想, 他大概是受了一些刺激。 一时接受不了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伏吉松了一口气。 还好, 他最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我建议暂停重审。 这时, 克劳契突然说道。 他现在的状态, 显然无法接受审问。 我认为, 应该先把他送去圣芒哥。 等到能正常交流的时候, 再进行重审。 他身后的台阶上, 一些人立刻举手附和道。 我同意。 同意。 还是先送去圣芒哥吧。 支持者很多。 伏吉紧紧地眯起眼睛。 说道。 巴阿蒂。 我认为并没有这个必要。 他之所以震摹, 突然地进行重审。 本就是想打客, 劳起一个措手不及。 当然不可能同意暂停重审。 阿米利亚。 他看向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巫。 问道。 我记得, 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使用土针剂的。 没错吧。 魔法部法律执行司司长。 阿米利亚·伯恩斯沉默了片刻后。 点点头道。 可以。 虽然突针疾病不属于常规审判手段。 但如果在被审判人拒不配合, 或者无法配合的前提下, 也是可以使用的。 或者遇到那些影响重大的案件, 也可以直接使用。 而这两条, 小矮星彼得似乎全都符合。 我反对。 克劳奇气愤地说道。 我不否认伯恩斯斯长队。 威森加摩审判法。 得熟悉。 但我想, 部长你一定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 必须有超过半数的审判员同意, 才能够使用土针剂。 那么现在开始投票吧。 我认为, 还是应该把小矮星彼得送去圣盲哥。 说住, 他率先举起了手。 身后的高台上, 陆续有人举手赞同他的观点。 但数量却不多。 仅有三分之一左右。 别忘了, 坐在克劳奇身后的一个人突然说道, 土针剂也是有弊端的。 如果小矮星彼得的记忆被人修改过, 那他的话也会变得毫无真实性可言。 送去圣盲哥刚好, 也可以检查一下他的记忆。 片刻之后, 更多的人举起了手。 甚至都不需要统计。 只要一眼就能看出来。 现在反对使用土针剂的人数更多。 看到这一幕, 弗吉有点慌了。 开始频频看向邓布利多。 但不管是邓布利多, 还是小天狼星布莱克, 都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很快, 统计结果出来了。 在座的一百个审判员中, 有五十九人反对使用土针剂。 反对人数过半。 阿米利亚说道, 使用土针剂提议驳回。 审判继续。 弗吉更慌了。 他不明白。 明明自己什么都想好了。 先当众戳穿小矮星彼得假死。 再利用土针剂还原当年的真相。 最后尘埃落定。 给克劳奇重重一击。 可为什么? 如此完善的计划会出现这磨大的岔子。 现在土针剂不能用了。 一旦把小矮星彼得送到圣盲哥,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好呢? 要是拖上个一年半载的。 不。 哪怕只是基天。 让克劳奇有时间做好准备。 那他这一手好牌就彻底没用了。 他再次看向邓布利多。 想要寻求帮助。 但邓布利多依旧没有看他。 还有。 事情反转后, 那人脸上带着一抹得意。 继续说道。 你们是不是忘记关于布莱克约遇的事情了? 可他是为了洗刷冤屈。 一个上了年纪女巫说道。 邓布利多已经解释过了。 他是在报纸上看到。 并认出了小矮星彼得的阿尼玛德斯。 想要。 只不过,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粗暴地打断了。 那人冷冷地说道。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件事本身都对魔法部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因为他。 我们每周至少都会收到三封吼交信。 我建议在小矮星彼得与圣盲哥治疗期间。 我们首要的任务, 就是让他交代出自己是如何逃脱的。 而且, 为了以防万一。 他也必须重新回到阿兹卡班。 由射魂怪严密看管。 虽然没有明说。 但在场所有人都听得出来。 这个人就差直接挑明说邓布利多做伪证了。 似乎在他心里已经默认了小矮星彼得才是那个蘑菇的人。 暗示邓布利多修改记忆。 做伪证。 他怎么敢的呀? 一部分人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就连克劳奇也皱了皱眉。 似乎觉得这魔作有些不妥。 但他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 平静地说道。 那么, 我们开始进行第二轮投票。 是否暂停重审? 先把小矮星彼得送去圣芒哥, 等检查完他的记忆。 哦, 抱歉。 请稍等一下。 这时, 一直沉默的邓布利多终于说话了。 他向前一步, 走到所有人面前的位置上。 比奇塔先生。 我明白你的顾虑。 当然, 你是对的。 在经过最权威的检查之前, 我本人也没有证据, 来证明我没有修改过彼得的记忆。 在看到邓布利多站出来的时候, 比奇塔心里还是有些慌张的。 但现在听到了这些话后, 他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放下心来。 不管怎么样, 只要不能证明彼得记忆莫问题, 那这场重审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就算是邓布利多也不可能一意孤行, 不然就是主动打破了威森加摩的权威性。 他不会, 也不可能这么做。 对此, 比奇塔相当自信, 因为站在那里的是邓布利多, 最伟大的白巫师, 伏击的星辰到了谷底。 但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场中审会草草结束的时候。 不过, 我们并不是一定需要吐真迹。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道, 任何魔法都是有技可循的, 尤其是类似赤胆忠心咒这种, 涉及灵魂的魔法。 当一个巫师决定把秘密藏进他的灵魂中时, 这个秘密就会伴随他一生, 永远无法被抹除。 你想说什么? 比奇塔看上去心不在焉。 如果你想上课的话, 我建议你最好带着那个学生回霍格沃词去。 哦, 你误会了。 邓布利多说, 我只是想告诉你, 哪怕隐藏在深的魔法, 也不会是绝对安全的。 总有办法能找到一些痕迹。 赤胆忠心咒也不例外。 这不可能。 赫劳奇说, 在我的认知中, 没有任何办法能打破赤胆忠心咒的保护。 正常情况是这样。 邓布利多说, 但当保密人主动违背了初衷, 并导致这个秘密不再需要被保护的时候, 那魔魔咒也就不会再坚不可摧了。 幸运的是, 我在莱魔法部之前刚好遇到了一位不错的朋友, 而且他答应可以帮我一个小忙。 他看向福利, 语气欢快地说道, 康奈利, 能让他进来吗? 我想他现在应该就在门外面。 哦, 当然, 莫问题。 伏吉忙不迭地说道, 沉重的大门再次被打开了。 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人跨步走了进来, 那件黑色长袍的袖口和东帽边远处, 还分别有一圈金色的魔纹。 这身衣服, 是尖末人。 有人失声叫道, 凯尔也瞪圆了眼睛。 只觉得脑袋嗡嗡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邓布利多说的那个人居然就是戴安娜。 真高兴你能来。 邓布利多笑着说道,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好。 戴安娜点点头, 同时有意无意地瞥了凯尔一眼。 凯尔连忙缩了缩脖子。 严格来说, 他出现在这里属于陶雪, 虽然是被校长带着出来的, 但被自己老妈撞个正主。 他心里还是忍不住有点慌啊。 第485章 赤胆中心咒 幸运的是, 戴安娜的视线并没有在凯尔身上停留太久, 而是静止来到了小矮星彼得旁边。 就是他吗? 没错。 邓布利多点点头, 那之后就麻烦你了。 戴安娜, 我相信, 你一定能给无辜者一个真相。 我会尽烈味的。 如果他真是那个出卖了莉莉的叛徒, 戴安娜轻声说道, 不过, 还要再稍微等一会儿。 我缺少一个重要的道具。 哦, 他们到了。 说话间, 他转头看向门外, 又有两个穿着相同黑色斗篷的巫师从外面走了进来。 在他们面前, 还有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 四四方方的水箱。 水箱里装满了墨绿色的液体。 看上去也就和一个皮箱差不多, 旁扶一只手就能拎起来。 但那两个人把他带过来的时候, 却显得很是吃力。 不仅拿着魔杖的手, 在不停地颤抖着。 额头上也有一层细密的汗珠。 一些年轻的职员看到这一幕后, 心里直犯迪过。 运送这磨大点东西就累成这样。 神秘事务寺的肩末人就这水瓶。 从霍格沃茨随便找一个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过来, 都比他们强吧。 可惜并没有人和他们解释什么。 两人慢慢走到小矮心彼得前面。 小心翼翼地把水箱放在地上。 只听东的一声闷响。 就好像有谁在房间里扔了一颗费力拔爆炸雷。 显然, 这玩意儿的重量和它的大小完全不匹配。 真不容易啊。 其中一个人擦着汗, 气喘吁吁地说道, 使用时间是三十分钟。 应该够用了吧? 足够了。 戴安娜说, 谢谢。 博德。 克罗克? 这没石膜。 有着一头金色头发的克罗克摆了白手道。 说实话, 其实, 我也是格兰芬多毕业的。 而且和莉莉只差了一个年纪。 她确实是个好姑娘。 可惜, 她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是在晚西她被弗地魔杀死了。 还是遗憾她最后, 嫁给了詹姆波特。 亦或是二者都有。 等两人退到一旁后, 戴安娜也没有再浪费时间。 她拿出魔杖, 在水箱上轻轻点了一下。 平静的水箱表面突然泛起了一丝涟漪。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从那些墨绿色的水中慢慢浮上来。 凯尔忍不住探了探身子。 终于, 一个白色的东西出来了。 它看上去像是一个大脑, 但又连着许多条长长的触须, 就好像是大脑样子的水母一样。 这是, 神秘事物司大脑厅里的放住的东西。 有人忍不住出声道。 我之前去那里送文件的时候, 见过他。 克劳奇皱了皱眉, 刚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邓布利多确先一步站了出来。 我想, 大家应该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得知真相了吧。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他微微欠身道。 记忆可以作假, 但灵魂确决不可能。 我以梅林爵士团一级勋章获得者。 霍格沃茨校长, 魏森加摩首席魔法师的身份, 向大家保证。 审判室内鸦雀无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伏吉才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敲了敲桌上的一个锤子说道, 我也可以保证。 还有我? 伯恩斯女士也说道, 魔法部里, 只要是司长以上职务的人。 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神秘事物私里的隐秘。 这其中也包括大脑厅的作用。 只是出于某些原因。 这些秘密, 他们无法以任何形式表露出来, 也无法被探查到。 现在投票吧。 是否同意由坚默人, 检查小矮心彼得的灵魂。 伏吉再次敲了敲锤子。 我赞成, 他自己率先举起了手, 然后是伯恩斯女士。 高台上, 越来越多的巫师也纷纷举手, 表示同意。 人数很快就超过了一半, 而且还是远远超过。 对于一些人来说, 他们之所以同意把小矮心彼得送去圣芒哥, 也只是想保证他的记忆完整, 得到一个真相罢了。 现在, 有更好的选择。 他们当然不会反对。 至于克劳奇和比奇塔这些人, 他们的沉默已经无关紧要了。 67人同意。 伯恩斯女士说道, 纳摩, 请开始吧。 戴安娜点点头, 用魔杖指挥着那个水母模样的大脑 飘到了小矮心彼得头顶上。 每个人都屏息名神, 仔细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算是在魔法部, 也没几个人亲眼见过 尖默人施展这种特殊魔法。 他们都很好奇, 尤其这个大脑厅里的东西 还和灵魂有关。 然而就在这时, 一层深蓝色的浓雾 却凭空出现, 环绕在戴安娜身边, 瞬间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发生了什么? 这怎么回事? 审判士立刻炸了锅。 有人甚至直接拿出魔杖, 想驱散那些蓝色的雾。 稍安物造。 诸位, 尖默人克罗克上前说道, 这是正常现象, 为了避免被异常魔力 和其他什么因素影响到。 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毕竟涉及到灵魂, 任何细微的差错 都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那我们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人冷声问道, 这个不需要担心。 克罗克指着面前的水箱说道, 大家只要看这里就可以了。 这时, 有人也注意到, 有一条细长的处须从浓雾里探出来, 连接到了水箱上。 墨绿色的液体, 渐渐被一种天蓝色云雾所取代。 让水箱看上去像极了一个大号的预言球。 云雾缓缓旋转住, 牵引着每一个人的视线。 凯尔也紧紧地盯着水箱。 大概几分钟后, 一片蓝色的云雾中突然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小矮星笔得出现在了水箱的画面里。 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得多, 正恭敬地跪伏在地上。 而画面里出现的另一个人, 却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哪怕已经过去了十二年, 他们也无法忘记那个人的样子。 苍白的脸, 蛇一样心红的眼睛。 伏地魔, 周围传来一阵阵吞咽口水的声音。 好在这幅画面并没有持续多久, 似乎有人用魔杖搅乱了那些云雾组成的画面。 当他们再次凝聚在一起的时候, 伏地魔已经不现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串金色的小字。 我, 小矮星笔得, 自愿将哥德里克山谷十七号波特小无隐于灵魂, 并承诺严守秘密。 尖口藏蛇 第486章 指控撤销 看到那行金色的小字之后, 审判室里那些年龄更大的的巫师几乎全都下意识站了起来。 他们看向被浓雾遮挡的地方, 眼神中透着不加掩饰的怒火。 作为亲身经历过那个动荡年代的人, 他们很清楚这就是赤胆忠心咒的咒语。 荡契约成立之后, 这些字就会变成金色的屠服, 藏进念咒之人的灵魂当中。 这间屋子里, 很多人都是靠这个办法, 才侥幸逃过一劫。 所以, 他们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肯定, 小矮星笔得, 才是那个真正的保密人, 而不是布莱克。 该死! 四周传来一阵震怒骂声。 克劳奇脸色阴沉, 虽然有邓布利多作证, 但在这之前, 他还是不相信布莱克是无辜的。 或者说他更愿意相信这是伏击给他设的一个局, 并蒙骗了邓布利多。 毕竟当年谁都知道, 波特和布莱克好的像一个人似的。 无论怎么看, 保密人都不可能论到懦弱胆小的彼得身上。 可偏偏他们就这魔作了, 就好像完全没有长脑子一样。 刚才那个大脑就应该射进他的头领。 叛徒, 克劳奇攥紧拳头, 手里的羽毛笔咔嚓一声断成了两半。 审判室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 龙雾迅速散去, 戴安娜走了出来。 纳摩邓布利多教授, 之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当然, 这本就是我们该做的。 邓布利多笑着说道, 这次多亏了你, 不然小天狼心恐怕就麻烦了。 我只是想帮莉莉, 而不是某个自作聪明的蠢货。 戴安娜连看都莫看不来刻一眼。 另外, 校长先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霍格沃茨应该并没有五年级学生能在周末离校的规定。 对吗? 邓布利多的微笑凝固在脸上, 随后面不改色地说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这币竟是不偿的邀请。 凯尔那孩子又坚持要来。 所以, 可, 我也没办法呀。 是吗? 戴安娜再次朝角落里瞥了一眼, 正低着头, 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凯尔, 突然打了个冷颤。 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刚好看到戴安娜和另外两个尖末人走出了审判室, 还顺便带走了那个水箱。 呼, 他长舒了一口气, 重新坐直了身子。 这之后, 审判的过程就顺利多了。 在清晰明朗的证据面前, 之前那些的反对的人也纷纷闭上了嘴。 虽然仍有一部分人揪着小天狼星约遇的事情不放, 但夫妻总能凭借着娴熟的霍西尼手段, 把这是一拖再拖。 尽管他也很好奇对方是怎么从守卫深沿的阿兹卡班里逃出来的, 但现在明显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之后可以慢慢来。 他们有的是时间。 最后, 为了能让众神尽快结束, 小天狼星还主动要求服用吐真剂, 或者接受设神曲念来自证清白。 夫妻同意了, 而且因为是主动要求, 也不需要再进行投票。 很快, 斯克林杰就拿了一个小瓶子过来。 我想, 一滴应该就够了。 邓不利多说, 我们并不需要询问太多的问题。 我知道。 斯克林杰说, 随着一滴土真剂被倒进嘴里, 小天狼星的面颊松弛了下来, 目光无神地顶住天花板。 能听到我说话吗? 斯克林杰问道, 小天狼星眼皮颤动了击下。 能听到? 他低声说,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们。 斯克林杰声音平静地问道, 十二年前, 波特夫妇的保密人是谁? 小天狼星颤抖着, 吸了几口气, 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平板语调讲了起来。 是小矮星彼得? 他是保密人。 为石魔选他。 小天狼星眼皮再次颤抖了几下。 因为我认为这样更保险。 有我在明面上充当诱饵。 这样就默认会怀疑胆小懦弱的彼得了。 那之后又是谁炸毁了麻瓜街道? 斯克林杰再次问道, 也是小矮星彼得? 在土针剂的作用下, 小天狼星把当初更换保密人的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怎么说呢? 在亲耳听到事情的经过之后, 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同情, 而是产生了和克劳奇一样的想法。 布莱克真的缺个脑子。 刚才真应该问问那些接默人, 能不能给他申请一个。 明明是简单的事情, 飞翔纳摹复杂干什么。 多此一举。 但在心里骂过之后, 大家又纷纷叹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样, 他毕竟白白在阿兹卡班待了十二年, 也算是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 等小天狼星说完后, 斯克林杰神色复杂地将一瓶魔药灌进他嘴里。 他本来还想着要不要等小天狼星无罪后, 把他招进奥罗办公室呢? 现在想想, 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毕竟奥罗也不是只看重实力的。 喝下魔药后, 小天狼星眼神里的茫然渐渐消失了。 他摇摇头, 重新恢复了清醒。 我想, 事情应该已经很清楚了。 高台上, 伏极清了清嗓子。 纳摩, 赞成小天狼星布莱克无罪的。 请举手。 一只只手举了起来, 眨眼间就超过了半数。 甚至连克劳奇也缓缓地举起了自己的胳膊。 95票。 伯恩斯女士用洪亮的声音说道, 很好, 很好。 伏极站起身, 面带微笑地说道, 我代表魔法部发表声明, 关于1981年对小天狼星奥赖恩布莱克的指控正式撤销, 通缉令作废。 他将于今日起被无罪释放, 并重新恢复拥有魔障的权力。 审判是理想起一阵掌声。 大家全都站起身, 用力地拍着手。 小天狼心呆呆地坐在那里, 左右看看大家, 又看看趴在地上的彼得。 只觉得眼前一阵恍惚, 好像一切都是那魔不真实。 他。 自由了。 小天狼重重地喘了几口气, 随即抬头看向邓布莉多, 想要印证些什么。 所以, 你还在等什么呢? 邓布莉多笑着说道, 如果你身上带了足够多的加龙。 嗯, 想逛逛对角像吗? 和十二年前相比, 他的变化还挺大的。 而且我打听过了, 奥利凡德今天并没有出门去寻找他制作魔障的材料。 你应该能在那里给自己挑一根衬手的魔障。 当然, 当然, 邓布莉多教授。 小天狼心的眼睛瞬间变得湿润起来, 又哭又笑地说道, 我做梦都想去对角像。 第487章, 每一杯酒都是欢心计。 在邓布莉多的帮助下, 小天狼心终于站起身, 缓缓地朝门外走去。 随着重审结束, 这里发生的一切也好像狂风一样, 迅速刮遍了整个魔法部。 因此, 当小天狼走出第三审判室的时候, 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 大家看着他, 毫不吝啬地送上了自己的掌声。 小天狼心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 又是怎么坐上电梯, 穿过同样掌声雷鸣的大厅的。 似乎过了几分钟, 也可能是几个小时, 等再次回过神的时候, 眼前就已经是人声鼎沸的伦敦街道了。 他面向天空张开双臂, 在行人错愕的眼神中, 站了足足十分钟。 他身后的邓布利多和凯尔也没有催促。 凯尔正想着一会儿去对脚像要不要顺便买点东西呢? 结果一台头却发现, 邓布利多正在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那是一种歉意中夹杂着怜悯的眼神。 但只是一眨眼的时间就消失了。 看着一脸微笑的邓布利多, 凯尔也没有多想。 只当是自己在昏远的审判室里待的时间太久。 有点眼花了。 毕竟小天狼星布莱克能被无罪释放。 邓布利多可是出了不少力。 他没道理会有歉意啊。 凯尔再次看向小天狼星。 他依然保持住之前的姿势站在那里。 就好像要是没有人叫的话。 他能这么站上一整天。 这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似乎把他的举动当成了某种行为艺术。 匆匆走过去后又折返回来。 在他面前的台阶上放下了一枚硬币。 又过了几分钟。 一只猫头鹰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去。 邓布利多手里突然多了一张。 预言家日报。 他找了张路边的长椅坐下。 像是和六弯的老大爷一样。 打开报纸看了起来。 头版是一行醒目的大字。 小天狼星布莱克。 是叛徒。 还是悲情英雄。 下面有两张照片。 一张是他的通缉令。 还有一张是在审判室里。 所有人都在为他鼓掌的画面。 在这篇文章里。 小天狼星被描述成了一个为了给好友报仇。 在阴暗中隐忍十二年的悲情人物。 他们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凯尔惊讶地说。 我记得当时审判室里。 好像并没有拿着照相机的人。 显然是有的。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邓不利多笑呵呵呵地说道。 这些人真是神通广大。 当初有人为了证明我是个老骗子。 甚至放出了我小时候和别人打架的照片。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想把那张照片买下来。 不说这个了。 我们还是先去对角像吧。 我有点想尝一下那里的针子花生碎冰淇淋了。 邓不利多起身走了过去。 小天狼心这时也睁开眼。 放下有些发酸的胳膊。 猛吸了几口伦敦街头的尾气后。 转身和他们一起朝破釜酒吧走去。 不过刚走两步他又折返回来。 捡起了地上那枚硬币。 病子细得擦干净上面的灰尘。 所以这是麻瓜的钱币。 对吗? 凯尔点点头。 凑过去看了一眼。 七边行。 这是五十遍式的硬币。 在古灵格大概能兑换两个稀壳。 我打算把他留作纪念。 小天狼心笑着收起了那枚硬币。 三人一路来到破釜酒吧。 当走在最前面的邓不利多推开大门之后。 里面嘈杂的喧闹声瞬间就停下了。 所有人的眼睛都紧紧地盯着跟在他身后的小天狼心。 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又是一阵掌声。 一些人起身走过来。 和小天狼心拥抱了一下。 哦。 布莱克。 老汤姆拿着一大杯黄油啤酒走过来。 原谅我之前一直挂着你的通缉令。 这杯是请你的。 谢谢。 汤姆。 小天狼心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他喝过很多黄油啤酒。 包括前两个月的时候。 卢萍也给他带回去了不少。 但他们都没有今天这一杯香甜。 真不错。 他甜甜嘴唇。 汤姆。 我怀疑你在里面放了欢心剂。 老汤姆笑了笑。 相信我。 之后你喝的每一杯酒都会变成欢心剂。 酒吧里顿时传来一阵笑声。 之后他婉拒了更多人喝酒的邀请。 通过后院的入口来到了对角巷。 感觉怎么样? 凯尔问道。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小天狼心笑着说。 老汤姆说要请我喝一个月的酒。 我准备明天再来一趟。 在这儿喝上一整天。 到时候老汤姆的表情肯定很精彩。 凯尔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只能说小天狼心还是太年轻了。 他现在可是最热门的话题人物。 只要出现在破府酒吧。 绝对能吸引来更多的人。 到时候老汤姆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过,这也是双赢的好事。 三人拐过一个弯。 来到了对角巷的主街道上。 小天狼心就像是明天要入学的新生一样。 几乎每一家店都想要进去逛逛。 不一会儿。 他手上就爆满了各种不同的东西。 都是店主送的。 莫花一个纳特。 托他的福。 凯尔和邓布利多也拿到了免费的针子花生碎冰淇淋。 他们先是去摩金夫人长袍店。 给小天狼心定制了一套全新的长袍。 之后又去了奥利凡德。 花15家龙买了一根魔杖。 新生买魔杖是七家龙。 他这一根贵了一倍还多。 或者说这才是魔杖原本的价格。 卖给新生的那些完全就是成本价。 在路过奎德奇精品店的时候。 小天狼心还要进去给凯尔买一把活弩剑当作谢礼。 不过凯尔却拒绝了。 别客气。 这才几个钱。 小天狼心拍着胸脯。 我给哈利买过一把。 很便宜。 凯尔依旧摇头。 不用了。 我真用不到。 今年霍格沃茨又没有奎迪奇比赛。 他要一把活弩剑干什么。 再说了。 万一明年店里又出了新款呢。 所以。 还是等到明年再说吧。 整整一下午。 他们逛完了几乎所有的店铺。 哦。 有一个例外。 利恒书店。 这家店的门口似乎被布置了小天狼心躯逐咒。 它是一秒钟都没有停留。 小跑车就过去了。 而得到消息的店主原本正抱着一摞书。 站在门口。 准备当做礼物送给他呢。 结果却只看到了他匆匆跑过去的背影。 第488章。 画像的游戏。 等凯尔回到霍格沃茨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小天狼心那个败家子从对角像买了一大堆东西托他带回来。 一份是他的。 一份是哈利的。 大概是终于能正大光明地出现在阳光下了吧。 凯尔总觉得他有点报复性消费的意思。 谁家好人能在对角像买两千多钱? 驾龙的东西啊。 还有那个纯金、干锅。 那玩意儿真是敖魔药用的。 蹭破点皮都得心疼半天吧。 可没办法。 小天狼心就是要买。 不要还不行。 这败家玩意儿。 和离开的时候一样。 他们同样是幻影一行回来的。 地点就在校长室里。 哈哈哈哈。 凯尔刚一回来,就听到一阵兴奋的大笑声。 只是这笑声太难听了。 就像被人捏住脖子的大鹅一样。 哈哈。 邓布利多。 我都听那个老太婆说了。 墙壁上。 菲尼亚斯·布莱克的画像得意地说道。 我的曾孙子被无罪是放了对吧? 哈哈。 我就知道。 布莱克家族绝对不可能出现叛徒。 魔法部那群蠢货居然连着重明显的陷害手段都看不出来。 真是越来越差劲了。 不过这个不偿还不错。 至少能分清对错。 他周围的画像里,一个人也没有。 大家都离得远远的。 用一种看智障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你快闭嘴吧。 菲尼亚斯·一个大胡子巫师忍不住说道。 你骗骗别人没问题。 但别骗自己啊。 当初你是怎么骂那个小天狼星·布莱克的? 你不会都忘了吧? 要不要我们帮你回忆一下? 是啊。 一个女巫冷笑道。 当时骂的那抹起劲。 现在居然还说别人。 你真不要脸。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听错了。 菲尼亚斯耿着脖子说道。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怎么可能怀疑布莱克家的人。 呵呵。 所有人奇奇发出一声冷笑。 这时, 一个瘦瘦高高的黑发女巫悄悄来到了菲尼亚斯身后。 她手里还提着一面不知道从哪儿抢来的圆盾。 趁着菲尼亚斯说话的时候, 她直接扬起手, 一顿砸在她脑袋上。 你刚才叫谁老太婆呢? 菲尼亚斯被砸猛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好半天莫缓过神来。 其他人健壮。 也纷纷一拥而上。 对着, 她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没石膜特别的理由。 就是纯粹的肌肉记忆。 闲著墨市走菲尼亚斯。 已经快要成为画像们最热衷的游戏了。 校长室里顿时, 传来一阵拳拳到肉的击打声。 以及某人鬼哭狼嚎的惨叫。 教授, 您平时的生活一定很精彩。 凯尔忍不住笑道。 啊, 是啊, 确实精彩。 邓布利多从桌子里找出了一块绒布, 朝最热闹的画像走过去。 但有时候他们实在太吵了。 对了, 你不是还要去找哈利吗? 快去吧。 我记得公共休息室的口令是胡言乱语。 好的。 凯尔点点头, 拉开了旁边的门。 纳摩, 再见教授。 还有福克斯。 校长是距离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并不远。 只要一直顺着走廊往前走。 来到尽头后, 转个弯就到了。 口令。 胖夫人静止地问道。 胡言乱语。 凯尔说, 但胖夫人却并没有开门, 而是一脸狐疑地看着她。 你不是格兰芬多的学生?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看样子, 经过了上学年卡多根爵士被开除的事情后, 她也变得警惕了不少。 我猜, 你一定是从哪里捡到了一张写着口令的纸条? 觉得有意思才来的吧? 没错。 我是一个贺奇帕奇。 凯尔说, 不过口令是校长告诉我的。 我刚从校长试出来, 有事情要找哈利波特。 校长, 胖夫人还是有些怀疑, 但语气总算是松动了一些。 别做什么违反校规的事情。 她提醒道, 不然, 你以后就永远别想再通过这扇门了。 你尽管放心。 凯尔校主说, 我可从来没有过违反校规的记录。 顺带一提, 现在其他校长们正在和布莱克校长玩游戏。 你现在过去的话, 应该还来得紧。 胖夫人眼睛亮了一下。 孩子, 我说回刚才的话, 你一定是个优秀的小巫师。 说完, 她就从画像里消失了。 同时也给凯尔打开了门。 凯尔顺住后面的通道走了进去。 今天是周末, 公共休息室里有不少人。 凯尔看了一眼, 很快就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 找到了熟悉的三人组。 赫敏正在写作业。 罗恩和哈利则在下午试骑, 并讨论着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大一岁。 我觉得, 增灵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罗恩吃点了哈利一颗棋子。 说道, 弗雷德告诉我说 他会熬制这种药剂。 一瓶刚好能增加一岁。 就是价格有些贵。 要十个加龙。 十加龙? 哈利说, 那还真不便宜。 不过, 我毕竟是他们的弟弟。 罗恩得意地说道, 如果我要买的话, 只要五个加龙就可以了。 他们说这是材料的成本价。 一个纳特都没得赚。 不过, 要我说这才是对的。 将军, 罗恩指挥着骑士来到哈利国王的侧面。 然后才继续说道, 要是有什么办法, 能赚点钱就好了。 我现在连五加龙也没有。 我可以买两份。 哈利把自己的国王移动了一格。 硬将。 不过, 你圣诞节就别想要礼物了。 很合理。 罗恩笑着说, 或者, 如果等我拿到冠军, 就有钱还给你了。 那可是一千加龙呢。 是啊。 哈利说, 真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成为勇士。 这是不可能的。 赫敏抬起头。 书上说, 哪个学院只能有一个勇士。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哦, 凯尔,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够了。 赫敏。 罗恩放下手里的棋子。 我知道, 凯尔很厉害。 成绩一直都是年级第一。 但这并不代表, 他一定就能成为勇士啊。 我还是有机会的。 你误会了。 哈利连忙拍了拍他, 同时也放下了手里的棋子。 站起身对迎面走来的凯尔说道, 欢迎你来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 你是来找弗雷德和乔治的吗? 不过, 他们从吃过午饭之后, 就一直待在一楼门厅, 并没有回来。 你可以去那儿找找。 第489章。 这都是我教父送的。 弗雷德和乔治一下午都在门厅。 听到哈利的话, 凯尔立刻就猜到, 他们俩一定是在那儿等自己。 可惜啊, 他并没有走大门。 我不找他们。 凯尔摇摇头, 说道, 小天狼星托我给你带点东西过来。 小天狼星? 哈利愣了一下。 难道他来霍格沃辞了? 不行, 这太危险了。 我现在就去找他。 说着, 他就要往公共休息室大门方向跑。 不, 他莫来。 凯尔及时拦住了他。 说道, 而且, 就算来了也没关系。 魔法部的重审刚刚结束。 他现在已经被无罪释放了。 哈利眨了眨眼, 随即露出一幅狂喜的神色。 激动地抓着凯尔的胳膊问道, 真的? 你没有骗我? 我骗你干实魔? 凯尔说, 具体过程一两句话解释不清。 你还是看报纸吧。 下午紧急加印的。 这会儿, 应该已经有不少人收到了。 哈利连忙转头看向其他人。 想看看有谁拿着最新一版的。 预言加日报, 并在心里懊悔自己为食魔不也定一份。 不用着急。 给你送信的猫头鹰已经在路上了。 凯尔说, 所以, 你还是先把他给你买的东西收了吧。 别耽误了吃晚饭。 他拿出变形西翼皮带, 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掏出来。 顶配的魔杖保养套装, 香精编羊皮纸, 海妖牌墨水, 颇鸟羽毛饼, 龙血, 龙肝, 满宝石星象图, 一大桶糖果, 一大桶巧克力, 纯金, 干锅, 凯尔没往外拿一样。 罗恩的嘴角就会随之抽搐一下。 这些都是对角像那些店铺里面最贵的东西。 价格高得离谱, 全都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上。 他之前还和哈利说过, 只有斯莱特邻里有钱的傻子, 比如马尔福, 才会用这种滑而不实的东西。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东西有一天居然会出现在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 而且, 还是给哈利的。 尤其是在蓝宝石星象图和纯金干锅被拿出的时候, 罗恩只觉得整个公共休息室都亮了不少。 璀璨的金光还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 纷纷围了过来。 虽然这些东西在价格上可能比不上哈利上学年收到的活弩剑, 但放在一起看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就这些了。 凯尔把最后的纯金干锅放下之后, 拍了拍手说道, 这些都是给我的。 哈利有点猛。 有一部分是, 凯尔想了想, 说道, 不过像文具和糖果巧克力这些东西。 小天狼星的意思是, 让你和朋友们分一份。 他买了很多。 你一个人, 显然也用不完。 这确实是小天狼星的原话。 毕竟光是墨水和恶婆鸟羽毛笔, 他就买了二十份。 如果哈利一个人的话, 十年都不一定用得完。 除非他现在突然喜欢上了学习。 不过, 这种可能性不大。 哈利还莫完全反应过来。 但看到周围人亮晶晶的目光, 他还是把东西往前一推。 哦, 好, 你们自己拿吧。 赞美你。 波特。 波特就是我们的王。 众人一边夸张地感谢着哈利, 一边挑选自己喜欢的羽毛笔和糖果。 而星象图和干锅这种只有一个的东西, 谁也没有碰一下。 罗恩拿到了一根红色的恶婆鸟羽毛笔, 几张金边羊皮纸, 和一大把糖果。 笑得合不拢嘴, 不过他觉得, 自己应该用不到这些羊皮纸。 用它们写作业, 简直就是在犯罪。 赫明也差不多。 他把那几张羊皮纸, 小心翼翼地加进一本大书里, 准备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用。 比如给魔法部写建议信。 此时的公共休息室里, 大概有十几个人。 等所有人都分完之后, 那些羽毛笔和墨水, 刚好还剩下一些。 糖果也还有半桶。 哈利把他们收起来, 准备等会儿, 给莫来的金妮和纳威。 而在他们分东西的时候, 凯尔也已经走到了公共休息室的门口。 东西已经送到了, 现在要是不走的话, 一会儿, 估计就更走不成了。 他的问题, 还是让小天狼心去解答吧。 毕竟, 这也算是一种难得的互动。 凯尔推开门, 迎面就看到一个人, 正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 那位, 凯尔问道, 你这是又忘记口令了? 没有, 我知道口令, 胡言乱语, 他伸出胳膊, 露出写在手心上的一行字, 那你怎么不进来? 胖夫人, 他不在这里, 那位有些委屈, 只觉得一阵心酸。 之前忘记口令, 进不去, 现在知道, 口令还进不去。 这找谁说理去? 啊, 凯尔看着空无一人的画框, 小声嘀咕道, 他们到底是, 揍了菲尼亚斯多久啊? 都这么长时间了, 居然还没回来。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 那位抬起头道, 哦, 没失魔, 我只是说胖夫人可能串话去了。 凯尔走出去后, 对那位说道, 快进去吧。 一会儿门又关了。 谢, 谢谢。 那位连忙跑了进去, 等门关上后, 他有些庆幸地拍了拍胸口。 多亏了凯尔, 不然, 他还不知道要在外面待多久。 嗯, 凯尔, 那位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抬起头, 打量了四周一眼。 金红色的沙发和围蔓, 是他记忆中的公共休息室。 他没有走错, 但凯尔不是贺奇帕奇吗? 他为师母会从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里出来。 那位, 就在那位感觉一头雾水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哈利跑了过来, 问道, 你刚才看到凯尔了吗? 看到了, 就是他给我开的门。 那位说, 什么时候? 就是当踩啊。 一分钟之前, 哦, 他已经回去了吗? 我还有很多问题, 想要问他呢。 哈利懊恼地叹气道, 发生什么事了? 那位有些好奇, 为师母我凯尔会在这里。 他来给我送了一些东西。 哈利说, 对了, 你来得正好, 这些送给你。 他随手将一只羽毛笔和墨水塞给一脸茫然的那位, 又拿过装着糖果的大桶。 别客气, 能拿多少拿多少? 这些都是我教父送的。 第四百九十章, 到底谁是教子啊? 二十五, 那位一直以为, 哈利只有一妈一父呢。 而且他之前也说过, 这两个人对他很不好, 甚至都不给他迁去霍格莫德的申请表。 现在突然听到, 哈利还有一个教父, 这个消息带来的震撼。 可比凯尔出现在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里大多了。 你还有一个教父? 那微惊讶道, 怎么之前从来没听你说起过? 我也是刚知道。 哈利笑道, 一边把糖果往那位口袋里装。 之前是莫办法, 因为小天狼心的身份, 他只能把这件事藏在心里。 没有对任何人说, 但现在不一样了。 小天狼心在重审中被宣布了无罪。 他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所有人这个好消息。 不过哈利也没有得意忘形。 毕竟只是听说的, 没有看到报纸和信。 所以他故意没说小天狼心的名字。 看着激动的哈利, 赫明也很为他开心。 他也知道哈利等这一天等得有多辛苦。 不过, 他低下头, 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很快, 哈利回来了。 他把还剩一小半的糖果桶放在桌上, 随后呆呆地看着窗外。 每当有一只猫头鹰飞过去的时候, 他都会忍不住站起来。 当他们飞走后, 又会露出失望的表情。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赫明突然问道, 什么很奇怪? 哈利依旧盯着窗外, 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 当然是凯尔啊。 赫明说, 罗恩摆弄着新的羽毛笔道, 他怎么了吗? 你们难道都没有注意到吗? 赫明嫌弃地看了他们一眼。 凯尔怎么知道小天狼心被无罪释放了? 当然是报纸啊。 罗恩理所当然地说, 他不是说了吗? 因为这件事, 预言加日报, 紧急加印了一份报纸。 那这些东西呢? 赫明指了指桌上的黄金、干锅, 这显然是小天狼心在对角像里买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想给哈利的话, 卫士魔不让猫头鹰直接送过来? 而是多此一举, 让凯尔帮忙呢? 罗恩抬起了头, 哈利也没有再继续看窗外了。 对啊, 他们这才意识到, 既然是给哈利的。 卫士魔要让凯尔送呢? 难道说小天狼心写错地址了? 可明明他们都在霍格沃辞啊。 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 赫明看着一脸疑惑的两人, 没好气地合上作业。 很简单, 我敢说凯尔当时就和小天狼心在一起, 他也在对角像。 什么? 罗恩不敢相信地说。 但这不可能啊。 我的意思是, 周末可没有霍格沃辞特快。 他是怎么回去的? 大概是有什么别的办法吧? 赫明说, 还有, 不知道, 你们还记不记得?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 邓布利多教授去礼堂把凯尔叫走了, 一直到现在才回来。 你的意思是说, 哈利咒没到,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小天狼心重审的事情, 还去学校外面找他了。 我想, 是的, 三人立刻陷入了沉默。 他们不明白, 魏师魔邓布利多会告诉凯尔这件事。 哈利心里有些发毒, 他可是小天狼心的轿子, 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哎哟, 正想得入神呢。 哈利突然感觉手上传来一阵刺痛, 一低头才发现, 是一只有走球大小的猫头鹰正在啄他的手呢。 旁边还放着一封信。 哦, 小天狼心来信了。 他激动地说道, 三两下拆开信封。 赫敏和罗恩也纷纷凑了过来。 另一边, 小天狼心布莱克被无罪释放的消息, 也通过。 预言加日报, 迅速在霍格沃词传开了。 那些订了报纸的学生, 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 甚至连三强争霸赛都被搁置在了旁边。 在阿兹卡班12年, 只为等待一个报酬的机会。 还有比这种经历更加具有传奇性的吗? 霍格沃词里都是些十几岁的学生, 正是最热血的时候。 他们最爱看的就是这个了。 等到吃晚饭的时候, 礼堂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讨论着这件事。 弗雷德和乔治也没有在一什么箱子了。 他们围在哈利旁边, 好奇地方打探出消息。 哈利因为收到信后太激动。 说漏了嘴。 现在格兰芬多的人几乎都知道小天狼星是他的教父了。 大家迫切地想从他那里打听一些报纸上没有的消息。 其他人因为挤不进去。 只能自己猜测。 我敢说, 布莱克一定是故意的。 贺奇怕奇长桌上。 米克尔信誓旦旦地说道, 他宁愿放弃自由, 主动被关在阿兹卡班里。 就是为了杀死里面的那些死死图。 这很难吧? 有人说道, 有射魂怪在。 就算是布莱克, 也不可能随便杀死被关在里面的死死图吧。 所以, 他用了十二年啊。 米克尔说, 而且, 你们别忘了, 他可是第一个从那里成功越狱的人, 肯定有对付射魂怪的办法。 他的这一说法, 居然还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 既然能逃出来, 那肯定有对付射魂怪的办法。 这很合理, 等他杀完所有的死死图, 再出来, 揪出真凶。 还自己清白。 不得不说, 他可真了不起。 米克尔继续说道, 眼里不停地闪着光, 如果邓布利多教授能请他来当黑魔法防御课教授就好了。 当然, 我不是说穆迪教授不好。 我的意思是, 等到明年, 霍格沃茨黑魔法防御术教授的诅咒时在太深入人心了。 五年兼唤了五个教授, 一个连任的都没有。 所以, 即便是传奇奥罗, 他们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洛哈特的名气和穆迪差不多。 还是梅林爵士团成员呢? 不一样也在了吗? 学生们闹哄哄地讨论着关于小天狼星布莱克的事情。 较实习上也差不多。 邓布利多的保密工作相当到位。 谁也没有透露过。 除了几个别的人外, 大部分教授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的。 海格捏着一张报纸, 已经发呆半个小时了。 他之前可没少骂过小天狼星布莱克。 还不止一次地说过。 如果他抓到布莱克, 一定把对方隔夜饭都打出来。 不然, 他就是一条费落薄毛虫。 结果现在事情突然就反转了。 布莱克是无辜的。 背叛者另有其人。 现在肯定是不能把布莱克隔夜饭打出来了。 可他又不想当费落薄毛虫。 这可咋吧? 海格只觉得脑子有点乱。 未能筷子有点免费 08, eggs William Brown age benefits。 娱к好广莲! 感谢观看